我認為從歷史上看 還是從現實上看 中國被孤立、被圍堵 並不必然導致中國的民主化的轉變 或者說的難聽的 並不必然導致中共的垮台 相反可能這種統治更殘酷、更穩固 領導人得到的用戶更高 而是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受到很大的痛苦 就像朝鮮 他們的黨政軍高層領導人生活是非常優越的 但是普通民眾餓死很多人 知識分子被關押、被槍決很多人 我們曾經經歷的文化大革命 也是這樣這個情況 所以國際社會跟中國保持接觸 我認為是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意願 我相信也是國際社會的主流一件 好的